詞曲 李宗盛 原來我就是宇宙 原來我跟佛一樣 無差無別 原來佛是有決心 我也有決心 因為母男給我的決心 我怎麼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會了解這一個 所以我說這個譬如性是母男的大能量 給我們一個小能量 但是我們有六大神童也有跟佛一樣能量 跟母男也一樣 母男有多廣大無根的能量 其實他給我們那一顆的靈光 無極的本性的靈光 也跟他一樣 有那麼大的神功力 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認為母男有我沒有 我求母男你給我智慧啊 母男你給我慈悲 給我智慧啊 但是母男說智慧是你要去修 修給他 所以我們來定位解釋 定位解釋給你講的地方 什麼叫智慧 身心大地變身智慧 如果我們身又不定 心又不定 去給母男求智慧 我們要說是你身心不定啊 智慧本來是具足的啊 身心大地變之後的智慧寄生 解脫一樓一樓 所以你看基本 不要搖體這部經的話 每個人人人都可以成真 人人都可以成功 那我們講這個經事很重要 因為這本就是我們搖子經文 我們這個堂子的時候 六十年來了 第一次把母男經理要講得很清楚 讓他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 人人拜託你拜託 拜託很久了喔 我說他拜託他拜了十五年 拜託他不拜了 我說你可能不拜了 拜託他考得好重喔 不拜還好 拜託他後來 可我當作才歪了 我拜託他 你去哪裡 跑到密宗去 跑到佛教去 因為佛教比較好 其實一樣不一樣都一樣 你跑到哪裡都不一樣 所以不需要跑 你對這個經理會誤託 誤託你要跑什麼 所以沒有誤的人才會亂跑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我們誤了我們拿這個經理的時候 你當下就可以成就 而且你真正要去誤到這個經理的話 你會覺得 好 女男子夫公民在 女男母娘在我的心 我都不知道 以為是母娘 天子很遠 沒有 她說天威之詞 什麼叫天威之詞 母娘這個天威 跟你是很接近的 你跟你的人 在你旁邊而已 因為我們心一動他就知道 所以下感應老 因為人家跟他一樣 他馬上你動念 像你動念的觀音不上就知道 你動不母娘就馬上知道 所以天威之詞 那我們再看一下 太極分半之後 陰陽就出現了 由此呢 由無幾見又落入的太極 所以啊 母娘經有講一句 我們具體有講 太極分半 天地無萬物 天地生萬物之虛滅 有沒有這句話 因為沒有不生不滅之道 而有不生不滅之道 只有不生不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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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生不滅之道 因為我們吊在什麼 太極分排 然後呢 一心動 望動 煞食落下成了 我們那個滅的動 他就落下來了 貪真吃落下來了 所以落下來之後呢 就沒有不生不滅了 就是它是 只有這個道理 要逆修回去 因為你已經在陰陽界了 所以那些陰陽界啊 就是 都是沒有不生不滅的道理 因為你已經落不陰陽了 但是母娘你吃虧 那你有不生不滅之道 就不要 就是這個定義 挺多重點在這裡啊 所以太極分排陰陽出現之後 由此派陰陽界多過太極 無極界多過太極 則有陰陽正有生命了 所以母群就說天從無極中胎 太極日月三胎 一日月陰陽運轉 人從陰陽而北胎 或稱男或稱為女 皆從無極而來 我們都說無極而來的 我說那個靈光都從無極來的 所以這個就印證 能量是母娘那個能量 是佛的能量給我們的 皆從無極而來 只為中間一動 是望動 所以三三坡前望動 八劍寶貝都掉了 所以說你們要回來 把八劍寶貝收回來 反正就是劍道路 就在這裡 就是一種殺死弱小子來 所以我們因為智慧常有八劍寶貝 有八個德在 在這個無極老母的第四卷裡頭 這個十六集團有講 修行要同 人意隱私效益中心 八德性效益 八德根本不夠到不可修 所以我們智慧常就弄給八德在 所以你要幫他瞭解 母娘是叫你說 八德拒絕的人 才能夠再倒來修 如果八德有虧 你再倒 練一單體有虧的人 不能拒絕 所以他說 笑做得好懸貝才能等 笑到做不夠懸貝不能等 他一一的來告訴你 那這個理由有實現講的看法 先講這個 所以 只會中央一動 薩死過了 前來太極奉看 天地聖物之心也去 柳百地苦多如斷 萬物之作 金滅也 而其問之但有 孤魯生不滅之道 而無孤魯生不滅之力 這也就是 因為太極奉貌之後 我們就掉下去了 這五楊七就是 從無極 我們是無極的 本來都是佛的 我們現在不在做人間的 我們怎麼回歸 揚命歸談 還要什麼 揚命歸談 這是讓我們回歸 所以 那一句 我們剛剛講完這個一句 列子天瑞篇 列子有個天瑞篇記載 故有行聲音無形 故有太義 未見棄也 萬棄之子 太初者棄之實也 太始者行之實也 太初者直之實也 有質量的 太義生水 愚術為義 太初生物愚術為惡 太子生物愚術為三 太初生物愚術為四 這是來自於 列子把天的宇宙的心能 把它記在下 那我們認為 這個跟我們要注意 很重要 我應該把它了解說 知道宇宙跟我們是有相同的 能量跟我們相同的 而母娘是跟我們相同的 給我們的靈性 這麼的寶貝 這麼的俱全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道經就約了 太義時期就稱為了漢水節 太初時期稱為顏堪果節 太史時期稱為善文木節 太初時期稱為次民經節 這就由上面這樣來解釋 它就更清楚的了解了 那我說我們要講這個經典以前 先了解母娘的宇宙形成之後 再來講我們的靈性 這樣的話大家會比較講 對這條道路百分之百的信心 人家說人家說三個都沒問題 我看要聽一下 拜訓就對了 我又有 但是拜訓人們一定會歸 也不一定會歸 我說有三種人 我這樣講一下 待會我們再把它猜一下 猜一下 有一個人說他在佐佛教 那我說佐佛教的有三種人 第一個人是這樣 左門娘有三種人 第二個叫做什麼 拜祖 第二個叫做什麼 求法 第三個 決法 不一樣 我們拜母娘一樣 第一個拜母娘 很謙虛 不夠謙虛 但是賣一套 第二個 九五年 他很飽 九九也不甘 第三個 打母娘沒話的 沒話要好 母娘是咀嚼的 給人家和母娘一樣 給他幾台美人 大家都學不到 我們膽膽去看美人 人家就玩笑了 我剛才說 大家母娘的美人是一樣的 你如果母娘學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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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到的 要為母娘做事 不是要對母娘身上得什麼的 很多戲都在母娘 叫我吃飯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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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大家都會這樣 這樣不可以 母娘是要我們學到 去瞭解母娘的精神跟她的能量 讓我們是無極的能量 我們是無極的靈體 我們要跟她一樣 她做得到 我們也做得到 我們來學母娘 發揮母娘的大使大便的精神 不過我一直在那裡的程式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認為這也很重要 所以把這個 拜佛跟求我這兩回都不能成就 我有兩個學佛可以體育 我有學母娘可以體育 那了解嗎 這個怪貝展要搞得比較清楚一點 反正很多 拜佛根連哩都拜佛不行 看到我來懷 這個那雀我來懷 她因為她在生滅法中求母娘 不生滅法 知道嗎 生滅法中來求母娘 不是這樣 不是 拜佛一求不生滅法 什麼叫做生滅法 貪人吃不斷 貪人吃愛不斷 不生滅法呢 清淨本體 有確定會求貪人吃 成就自己的果味 而且不一樣不生滅法 那不生滅東西在哪裡 在我們人體 每個人的靈體都是不生滅 我們要給我們不生滅 我們自己求求這一尊不生滅的靈光 你可以成到 但是你不求那一尊的佛 你求那個生滅 永遠不要在貪人自愛裡 留在埋藏自己 拜的貪人五十年也沒有用了 為什麼 因為沒有誤道啊 不知道說無疾 我們自己是無疾啊 還是找外面的無疾啊 我們自己做一尊佛啊 我們自己找外面的佛啊 這都顛倒著啊 這樣了解齁 如果有了解的話我們這樣來修這個 無疾借的路 那種精神的戒口都不像戒口 到底喔 跟戒口的關係都跟戒口的關係 大家不是啊 都要計較啊 分別啊 如果分到計較分別就是生滅法 沒有計較沒有分別的行程就是不生滅法 很簡單嘛 因為每個人在戒口啊 講我啥還是你下 我高還是你低 我有還是你沒有啊 講這些東西都不生滅法 這個叫做陰陽界的生滅法 由你在陰陽的輪迴動 不生滅法的時候就不會這樣子 就會把那個淡掉那個真摯 是分別心的真摯 妄想的真摯去把它慢慢淡掉 然後求那個不生滅法解脫 是性解脫啊 那這個大概也是言談一下 那我們來講下面 由以上得知 以這個形成啊 這要做全部的解釋 只有黑洞的水晶尚未有氣的存在 經過41億多年之久才稱了火的元素 水晶若火的混合才產生了氣 也如水晶器一般的自然性下 亦稱為氣之食也 那經過41億多久年之後才產生了木的元素 混合而成才開始有了行 那經過41億多年的滋酒肉 產生金的元素 這個階段混合的時空 才有了值得能量 因為誰有金無氣 火無形而有氣 木無直而有行 金無體而有直 諸以上的四段的時空間變 均稱為無極 那要講為什麼要照無極而知之物 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你掛個無極 別人都掛不牙 連佛都不能掛無極 佛也不能掛無極 佛只能講佛 佛我們也是佛 我們也是佛 但是問題是 佛是把我進併成佛而已 但是給我們本來做佛 師父我用好訣啊 我要一句話 來 我要講心轉悟 即同如來 跟如來一樣 心 悟轉心 悟轉心 是民眾生 如果萬物的動物 要轉你的心 你是不是所生 你心能夠轉悟 不執著 你就是無極 他說 如來跟我們動物 是沒有差別的 是在一個境界的差別 這樣懂啊 思維同的差別而已 還有一種叫做 背成 背成合決 背成合決 背成合決就是佛 還有 背決 背你的決性 合成 合得你的成 他那裡這個成 跟成合在一起 你為背你的決性 最少眾生 所以佛跟眾生也是一樣 只是關鍵的差別而已 它絕一個是你 絕跟你的差別 其實我們可能就是佛 如果者王 不要就是找佛 因為我們本地有尊可戴 所以我們如果在敗門場 去把我們的魔本來 蘑花找出來 零零透透透透透透透 那在哪裡找 定位前後 定位不解說就找不到 那等下我們是精彩在後面的定位前後 那我們大概也 講了一下就是 衛見體的宇宙光明 具備了氣行值 必有太一太清太實 太素的十分之分 雖心具備了氣行值 但優位分離